我们在 神将耶稣胜为之高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菲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第九节这样讲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度的 反倒须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穷心顺服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之高 又赐给他超乎万灵之上的名 第一 我们看到什么呢 兄弟妹 圣经讲得清楚 耶稣为什么名字这么放 耶稣的名字会升为之高呢 第一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 我们看到第一点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到他的放弃 他原本是跟上帝同等的 他有神的荣耀 他与神是同等 他分享神的荣耀 他居住在天上最高的地位 可是他把这一切都放弃了 他没有把他的荣耀当作抢夺 反倒虚极 他把放弃 完全 导控 第二 圣经讲 反倒虚极 取了鲁布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我们看到了耶稣 他的卑微 他取了鲁布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这是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照 我不知道你 你了不了解 或者你敢不敢说到 从神的样子 变成人的样子 这是一个何等的放弃 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 对他来讲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卑微 他舍弃天上所有的荣活富贵 取了人所有的卑微 取了人所有的软弱 有一天 在一个图书馆的外面 有个老婆婆 在打扫扫医的时候 忽然间 远处走来 有一个穿着制服的将军 然后老太太就请这个将军 说先生先生 可以帮忙我 撕起来那一张纸吗 那个将军就很生气 对他说 你以为我是谁 我帮你捡垃圾吗 我是林肯麾下的最主要的 什么什么 参谋军长 然后他就很生气的走 走离开了 随后有一位 有一位人走进来 他就把他的纸 撕起来给那个老太太 老太就很感动 就问他说 请问你是谁啊 先生 那个人就跟他讲 我只不过是普通的一个林肯而已 你明白的意思吗 当 我是谁 竟然叫我做这样 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 像耶稣说 我本来是这么伟大的 我本来是充满荣耀的 我要下 下尊 要卑微到一个地步 不只是捡垃圾那么简单 而把自己杀害 钉在十字架上 如果叫我说 今天说 我是很卑微 我这么没有面子啊 叫我去做这样的东西 我算什么 如果相比耶稣的时候 所以耶稣的卑微 是真的很卑微 他本有神的形象 我要跟你上这些课 跟你讲着耶稣的名字 让你明白 为什么耶稣名字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折服在耶稣的名字里面 因为他是有神的形象 他有这样的权利 却放掉这样的权利 成为人的样式 以我们同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